好 世界球后 戴姿颖他在丹麦公开赛第一轮对上了香港的张晏怡 虽然一开赛还在找球赶适应球场的空间 不过呢 戴姿颖他的实力还是高出对手一大截 最后是直落二比数收下了胜利 也拿下了两人对战的四连胜 戴姿颖是顺利晋级的16强 下一轮他要对上的是泰国的布杀男 世界排名第一的戴姿颖一登场就获得全场如雷掌声 不过刚开赛似乎还找不到球感 几次的失误让香港对手张晏怡一口气连拿了五分 索性在比赛后半段戴姿颖展现球后实力 将分数给追了上来 第一局从落后到追平 最后以21比18拿下 第二局戴姿颖慢慢打出自己的节奏 后场两边的调球搭配往前的小球 让对手疲于分明 最后对方的这一季回球挂网 让戴姿颖以21比13再下一成 直落二取得胜利晋级16强 开始下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发挥的很好 对啊 就算是还在适应吧 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我蛮长一段时间没有练起 然后刚下去比赛的感觉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还是要去适应一下我手的状况 尽管手伤还在复原阶段 不过戴姿颖还是取得对战张晏怡的四连胜 她说既然已经可以下场了 当然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发挥出来 我出来之前才练了大概几天 觉得可以打了 所以就还是想要来打一下 因为毕竟去年打到亚军 对 还是需要维持一下 尽管第一场球赛还在找球赶 还在适应球场的空间 不过戴姿颖还是顺利过关 闯进了16强 下一场即将面对的是泰国对手 以上是民事记者 中心巴西奥德在丹麦的采访报道 中心巴西奥德合 入中心巴西奥德斯 中心巴西奥德克 中心巴西奥德斯